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人一出生就手握王炸 有的人却是一手烂牌 其实纵观历史 一把好牌的人未必就是一生顺遂 而手握烂牌也未必一生蹭跎 这也就说明 重要的不是我们没有什么 而是如何好好利用已经拥有的 去创造自己想要的 但事实上有太多人一辈子 就只是盯着自己没有的东西 哀叹一声 也生生错过了大好机会 荒废了握在手中的东西 一定要相信 我们有能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们有能力把手中的泥土浇灌出花朵 全凭你自己的信念 就拿今年的疫情来说 人人都居家隔离 如果你每天只是向往可以出行的自由 就会忘了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超长假期 虽然出不去 但是我们有大把大把不被打扰的时间 这个时候 我们要想的不是可以出门的自由 而是如何利用好这段时间 让自己增长见识 为未来做增量 你要知道 任何的焦躁和抱怨都改变不了 现在不能出门的现状 那还不如想想如何利用这个现状 来创造价值 一 时刻提醒自己 重要的不是被给予了什么 而是如何利用被给予的东西 二 起决定作用的 既不是昨天 也不是明天 而是此时此刻 很多人都认为 自己现在过得不好 不幸福 都是因为过去的选择 但是 当年在做选择的时候 谁也无法预判到将来会怎样 毕竟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心理学阿德勒认为 你之所以不幸 并不是因为过去或者环境 更不是因为能力不足 你只不过是缺乏勇气 可以说是缺乏获得幸福的勇气 未来难以预测 生活就会充满不安 也有可能更加痛苦 更加不幸的生活等着自己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即使人们有各种不满 但还是认为保持现状 就更加轻松 更能安心 这就是我们 总想为现在的不幸找一些借口 于是把这个问题 甩给了过去 试想一下 过去已经是过去 我们无法再回到以前 改变当年的决定或行为 我们能操纵的只有现在 只有当下的自己 比如 现在你找不到心仪的工作 就把原因归结到 当年没有得到一个好文凭 但是 没有好文凭 绝不是你现在找不到好工作的借口 你现在之所以找不到好工作 是因为你不愿意去改变 不愿意为了找到好工作 去努力的规划 你是在用过去的原因 逃避眼前的问题 但有一点必须要想明白 逃避一时 能逃避一世吗 阿德勒的目的论中说到 无论之前的人生发生过什么 都是对今后的人生如何度过没有影响 决定自己人生的是活在此时此刻的自己 其实我们并不缺乏能力 只是缺乏勇气 买出第一步的勇气 与低配人生告别的勇气 踏出舒适圈的勇气 一切都是勇气的问题 就像西游记中的唐三藏 他没有混迹江湖的聪慧 又没有绝世武功 是什么让他选择一个人 只身踏上前往西天取经的路 是普照众生的大爱 是超凡脱俗的悟道 这些都没错 但是如果没有勇气的加持 他能迈出这第一步吗 我想应该很难吧 所以请你时刻提醒自己 起决定作用的既不是昨天 也不是明天 而是此时此刻 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 一切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 这一点想必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其实这里所说的人际关系 包括很多 我们的自卑感 优越感 自我感觉等等 都来自于和他人的比较 这说明我们的心理愿景是 希望得到别人的喜欢或认可 拿自卑感来说 困扰我们的自卑感 不是客观性的事实 而是主观性的解释 简单说就是 在爱你长相的 只有你自己 确实是这样 只有我们自己最在意自己 别人怎么看我们 对我们本身其实影响不大 如果把每个人的事情当作课题 谁会为这件事情负责任 这就是谁的课题 比如说你不喜欢我 那是你的课题 不是我的 就像国外有一些愿意说的 你可以把马带到水边 但不能强迫其喝水 我们并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的 别人的期待那是别人的课题 我们为什么要满足别人的课题而活着 满足别人的期望 就会失去自我 这个时候你真的开心和满足吗 可能还会有人说 只管自己的事情 不去考虑别人的感受 这不是自私自利的表现吗 如果这样定义的话 那我请问 有谁能考虑到所有人的感受 满足所有人的期待 让所有人喜欢自己呢 就连圣人孔子都很难做到吧 我们不是钞票 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 所以也没有必要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 如果你想要活得自由 就注定会被人讨厌 你会被安一现账的人讨厌 会被循规蹈矩的人讨厌 因为你的自由 在这些没有勇气活得自由的人眼中 显得非常刺眼 但是 人生意义是自己赋予自己的 不是别人 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 我们并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 就像电影《霸王别姬》中的那句台词 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是啊 我们需要成全自己 需要被讨厌的勇气 因为能改变自己的只有自己 希望以上这三句话 能给予你勇往直前的力量 给予你活出自我的勇气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